各位在菲律賓 我常常思念的弟兄姊妹平安 我常常思念你們 也知道你們很多的狀況 知道很多的鴻工確診 很多弟兄姊妹已經非常辛苦的過了兩年的時間 想回國不容易 生活很辛苦 可能關在一個很小的房子裡面 不太能出去 而菲律賓的環境不是那麼的好 常常為你們禱告 願神赐福你們 這一次林牧師 王牧師讓我給你們分享 我想過去一年我總有幾次在你們當中 可是現在還沒辦法去 所以我也很想要跟你們分享神的話 因為林牧師也打電話給我 王牧師也跟我說了 所以我就在這個主日跟你們分享神的話 從去年開始我就開始講約翰福音了 但是我們只講了一堂 以後我們就沒什麼機會 那今天我要用約翰福音第一章的一到十八節 來跟你們分享道成肉身的耶穌 我上一次分享了一章的一到五節 十四節 二十章的三十 三十一節 講了生命之道 耶穌 今天我要來講有關神兒子耶穌基督和我們的關係 關係是很重要的 當你有關係的時候 其實那件事情或那個狀態 就得到了一個比較舒緩的狀況 可是當我們沒有關係的時候呢 你全部都要照規則來 其實規則是防必用的 也就是造成困難 所以我們想出來一個規則讓它可以不發生問題 可是關係是什麼呢 關係是我真的認得你 你知道如果林牧師打電話給我 王牧師打電話給我 跟我說李長老 給我們分享好不好 我立刻說好 原因是有關係 這個不是走後門 有關係是因為我認識你們 我在你們當中已經從頭一天 事實上這個教會是我建立的 對嗎 所以我對你們很了解 因為有這層關係 所以我立刻會答應 那我也不是說馬尼拉 或者是菲律賓 其他的教會請我 我就不答應 我不是這樣 但是照規則來 什麼叫規則來呢 我要知道你們教會在哪裡 你們教會的成員有哪些 大概是怎麼樣的教派 然後我再決定說 我適合不適合 所以關係是很重要的 親愛的弟兄姐妹 我們跟耶穌的關係是怎麼樣的關係呢 或者我們就說在約翰福音一章一到十八節 到底耶穌顯現什麼 所以我今天要跟你們講的題目叫做 道成肉身的耶穌 約翰福音第一章一到十八節是一段非常非常豐富的經文 有人說約翰是寫完的約翰福音全部以後 最後再來寫約翰福音一章一到十八節作為前言 這一段也把整個約翰福音的內容 做了一個概括性的說明 我同意這種說法 而且我覺得這個說法太有道理了 因為通常我們看一本書 你要把一本書看得很仔細 你要逐章 逐段 逐句 逐字的去念 可是有的時候我們看一本書 你不知道這本書要講什麼 所以你要怎麼樣理解這一本書的大概的內容呢 那你就要去看序 它序言說什麼 你就可以知道這本書的目的 跟它寫作的方法是什麼 約翰福音一章一到十八節是在講什麼呢 到底約翰福音的目的是什麼 它最主要介紹的是誰 那麼我們說約翰福音一章一到十八節就是整個 全卷的一個濃縮 現在我請你和我一起 我把它唸一遍 然後我們從中間我要挑幾節來講 好 我們來唸一到十八節 太初有道 道與神同在 道就是神 這道太初與神同在 萬物是借著它造的 凡被造的 沒有一樣 不是借著它造的 生命在它裡頭 這生命就是人的光 光照在黑暗裡 黑暗卻不接受光 第六節 有一個人是從神那裡猜來的 名叫約翰 這人來為要做見證 就是為光做見證 叫眾人因他可以信 他不是那光 乃是要為光做見證 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 生在世上的人 他在世界 世界也是借著他造的 世界卻不認識他 他到自己的地方來 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 反接待他的就是行他名的人 他就是他們全餅做神的兒女 這等人不是從血氣生的 不是從情欲生的 也不是從仁義生的 乃是從神生的 道成的肉身住在我們中間 充充滿滿的有恩典和真理 我們也見過他的榮光 正是附讀生子的榮光 約翰為他做見證 喊著說 這就是我曾說 那在我以後來的 反成了在我以前的 因他本來在我以前 從他豐滿的恩典裡 我們都領受了 而且恩上加恩 律法本是藉著摩西傳的恩典和真理 都是由耶穌基督來的 從來沒有人看見神 只有在父懷裡的獨生子 將他表明出來 就是因為這樣 所以約翰福音第一章一到十八節 是非常豐富 因為他是前沿 他是把整本聖經濃縮起來 因此將來 我們慢慢的講約翰福音的時候 我們還會回到這裡 因為這就是個總綱 那耶穌為什麼道成肉身 是我們今天的題目 就是他為什麼一定要道成肉身 這也是約翰福音的中心 就是說他為什麼一定要這樣做 你要知道 做一件事情是 可以是正好 或者是我想要 或者是就這樣 或者是碰巧 可是為什麼一定要做 特別是一件怪怪的事情 為什麼一定要做 一定有原因的 耶穌為什麼道成肉身呢 那我的意思是這樣 他一定要神 一定要變成人的樣子嗎 他為什麼一定要神 一定要變成人的樣子呢 他不做人的樣子 可不可以拯救世人呢 在我這個小小的腦袋裡 我認為是可以的 我認為是可以的 當然了 神學家一定告訴你 不可以了 因為神學家他們是研究 聖經跟神學嘛 對嗎 但我認為可以是 我認為神無所不能 他要怎麼樣 他就怎麼樣 他說這樣就這樣 說那樣就那樣 那當然 聖經裡面啟示出來 耶穌是要道成肉身的 那是神學上的理由 可是我們當中也沒有人看過耶穌啦 我們當中現在的人 對嗎 你說神學上有道理 那就是給他神學 可是我們一輩子沒有神學也活到底了 我也信耶穌了 我也進天堂了 所以神學的理由 我認為對我們來說只是 最後的那個那道牆 可是對我們到底有什麼關係呢 這個更重要 也就是今天耶穌為什麼道成肉身跟我有什麼關係 或者我應該這樣講 耶穌道成肉身跟我的今天有什麼關係 至於神那邊說 因為耶穌基督定在十字架上面 赦免了你的罪 把你救贖走 那這個沒有問題 然後背後要怎麼做 我不知道 但我要知道的就是說 為什麼耶穌要道成肉身 這跟我有什麼關係 而從這裡面呢 我們來看十四節 這裡講到道成的肉身住在我們中間 充充滿滿的有恩典 有真理 我們也見過他的榮光 正是復讀生子的榮光 我們需要知道這是約翰寫的 約翰是耶穌的門徒 約翰三十幾歲 耶穌也三十幾歲 給他們認識 以後耶穌帶了約翰 他們在一起 就約翰做了他的十二個門徒 三個門徒其中一個 約翰最後把耶穌的媽媽接到他家裡去 耶穌丁十字架 復活生天以後 然後約翰活了最久 他活到差不多九十多歲 起司錄也是他寫的 而這本約翰福音他的重點在說 我要講一講 他認識耶穌 兩三年耶穌就死了 復活了 升天了 就走了嘛 然後他又活了六十年 這六十年當中呢 前三十年他的其他的兄弟們 使徒們都死掉了 所以他比別人多活了二三十年 你覺得那個二三十年孤單不孤單 要是我 我寧願先走 留下來 誰留下來 誰倒霉 誰留下來要替別人做追世禮拜 最後剩下孤孤單單一個人 可是他就是這樣被神留下來 而他在這裡講到一件事情 是別的聖經裡面沒有提得很清楚的 他說道成了肉身 道就是神 神成了肉身 神就是耶和華神 成了肉身就變成耶穌基督 住在我們中間 充充滿滿的有恩典和真理 我們 他就講的是我們是指他們啦 他們就是約翰和他的那些兄弟們 就是那些使徒們 他說我們也見過他的榮光 正是父獨生子的榮光 這是約翰寫約翰福音的整個的重心 約翰福音整個的重點在講到 耶穌基督成了肉身 他是神 但他卻取了人的形象來到我們當中 住在我們當中和人生活在一起 耶穌在地上的生活和生命顯明了 他是一位有恩典有真理的神 在這裡說到的 約翰說我們也見過耶穌的榮光 他就是父獨生子的榮光 整個約翰福音在講 耶穌是成了肉身的神 也就是神變成人 我這樣講 大家不是很清楚 我講一個你聽得很不舒服的 就是人變成了蟑螂 跟蟑螂住在一起 蟑螂太髒了 人變成了螞蟻跟螞蟻住在一起 要讓螞蟻知道人有多愛螞蟻 不舒服吧 我相信你一定很不舒服吧 可是只有螞蟻可以跟螞蟻說話啊 你跟螞蟻說話 螞蟻不懂啊 你怎麼愛螞蟻 螞蟻 你把螞蟻做窩 螞蟻也不一定滿意啊 所以神怎麼向我們顯明 在約翰的概念裡面 他就是稻成了肉身 那耶穌為什麼一定要稻成肉身呢 他為什麼一定要稻成 他可不可以不稻成肉身 當然了 我剛才前面講了嘛 他當然可以不要啊 他為什麼要做了肉身啊 我為什麼要變成螞蟻啊 我要救螞蟻 我不會把螞蟻好好的養起來啊 我不會把它養在實驗室裡面啊 我幹嘛要變成螞蟻啊 所以他一定有個道理 那從這段聖經我們看四個 第一 耶穌來表明了父神 耶穌來表明了父神 耶穌為什麼稻成肉身呢 因為他要來到地上表明上帝 他來要彰顯上帝 約翰福音一章十八節說 從來沒有人看見神 只有在父懷裡的獨生子將他表明出來 第十四節的下半段說 我們也見過他的榮光 正是父獨生子的榮光 來 我們講約翰福音的時候 我們不能脫離那個當時的背景 我們今天來讀這個不是很明白 需要經過解釋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需要講道 因為約翰在當時主要是寫給猶太人看 或者當時已經接觸到基督信仰的 這些所謂的非猶太人 而一般人一般人包括現在的一般人 都是基本上是有神的概念 就是會有神 我們的概念就是有神 那無神論是很難的 因為無神論是人想出來的 基本上都是有神 那因為人生下來就覺得很奇怪 這個世界怎麼會這樣對不對 那怎麼來的呢 然後人很快就發現說 人是最偉大的 可是那有比誰 比人更偉大呢 地球呢 太陽呢 所以我們就開始想有外星人 你知道包括有外星人 都是有神的概念 就是有人超過我們 好 有神是人基本的概念 有基本概念 那在當時他們是有神的 而在旧約裡面 從來沒有人看見神 而基督耶穌把他表明出來 約翰說從來沒有人看見神 他的意思是在旧約的時代 只是模糊的部分的 不完整的認識神 可是當耶穌來的時候 他是要把神要人認識的 他自己全部讓人看見 這裡有表明出來 表明是一個很特別的字 說藉著父懷裡的独生子 就是耶穌把他表明出來 他就是神 就是把神表明出來 好 這個表明這個字 在新約一共出現過六次 而五次都翻成述說 就是說出來 只有一次翻成表明 為什麼 因為他上下文說 只有藉著父懷裡的独生子 將他述說出來 也不能說錯對不對 按我們中文也可以理解 可是表明出來讓我們更理解 因此這個NIV聖經就把它翻成 make him known 就是被人認識 就是只有藉著父懷裡的独生子 讓人認識神 讓他被大家知道 也有人說declare him 那就是更簡單的 就是述說出來了 宣告出來了 也有人說explain him 就是解釋出來 就是耶穌是解釋出上帝 那當然我最喜歡是叫reveal reveal就是顯示 顯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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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沒有人能夠認識神 也沒有人親眼看過神 耶穌來的人當中 是要把神顯明給人看 為什麼耶穌要這樣做呢 為什麼神要讓人看見呢 我跟各位講 因為這是人的限制 人如果沒有看見一個東西 他很難想像那個東西 人如果沒有看見一個東西 他很難想像那個東西 他如果沒有真實認識一個東西 在他裡面對這件事情事物的認識 就是一個模糊的概念 模糊的概念 我講一個例子 90年代 90年代我們當中可能有人 90年代還沒出生呢 90年代初期呢 我對紐約的認識 是一個模糊的概念 因為紐約 我是從書本 從傳播媒體了解的 後來我有機會就到了紐約 我在那邊住了一段時間 我對紐約就有一個非常清楚的概念 因為住了一段時間 所以它特別是那個 曼海棠那個地方 東西南北路是怎麼畫的 大概什麼地方是什麼 我大概就知道了 因為不是很大的一個地方 到了現在2020年代 所以我30年了 這30年我每一年都有去紐約 那因為服飾的關係我就去了 連疫情 2020我竟然 1月在那邊 2021 去年 應該沒有機會去嘛 但是我要去服飾就去了 所以我竟然 二十幾年 沒有一次 沒有一年沒有去 好 因為對於這個熟悉的 的緣故呢 我就知道真的有紐約 我相信你也相信有紐約 對嗎 可是你看過的紐約 都從電影上看的 雜誌上看的 我看的是真實看的 你知道這兩個很大的差距 可能大家不了解 我看電影常常看到 有關於紐約的街景 我一看就知道是紐約 他不要說那是紐約 我一看就知道是紐約 雖然芝加哥跟紐約也有點像 雖然這個 這個 這個 費城有些部分 洛杉磯是很難得像 就是 可是呢 我一眼就看出它是紐約 為什麼它有個特別的感覺 好 所以 耶穌來到我們當中 我們突然就對神有很多的認識 因為我們終於看到他了 當然了 我們今天沒有看到他 我們是藉著四福音 可是你要知道 四福音要寫下來是因為那些人親眼看見 所以他寫下來 對我們來說就更真實一點 你看舊約對神的認識其實是模糊的 到了新約 因為有一次就越來越清楚 我因為常常去馬尼拉 我2002年開始去馬尼拉 也是幾乎是每一年都去 就去好幾次 馬尼拉特別是在 這個我們那個隆斌那邊 就是華人區 他的照片 他那個照相機 那個影片在這樣掃過去 我如果這是什麼地方我知道 因為我去過了 所以一個東西我們看完了 我們就會知道 你沒有看到 你就不會知道 前幾天我到一個地方去講道 那 講道完了 要走 就有個姐妹走過來 她說李長老 我終於看到你了 我說哦 她說因為我以前聽過你 而且看過你講道 她說可是呢 見到你本人還是不一樣 這樣懂了嗎 我們知道有上帝 可是見到的耶穌 還是不一樣 約翰福音一章一節說 太初有道 道與神同在 道就是神 這道太初與神同在 這個約翰福音一章一節說 太初有道 道就是基督 太初有基督 那個時候就有了耶穌基督了 基督跟神同在 基督就是神 耶穌基督就是神 它還是這個意思 那這個道呢 我們就翻成word 當時word就是話 logos就是話 其實這個很明顯地表達出來 耶穌基督就是來說明上帝的 為什麼呢 因為你聽一個人的講話 你就知道是這個人 那很多啦 今天在幫我錄影的時候 我們教會的一個傳道 我不需要看到他 有的時候我在聽一個東西 像今天早上我聽到他在唱詩 他其實很多人在唱 可是他一唱我就聽到他的聲音了 或者他一講話我就知道是他了 為什麼 因為話 你知道話不僅有聲音 而且話它有內容 我們每一個人講出來 要描述同一個東西 我們用不同的角度在描述的 而我們一描述出來 別人就知道了 好 因為人的限制 人對一個有看見跟沒看見差距很大 因為這個緣故 人就對神很難認識清楚 在全世界各地古今中外的人 即使不知道有耶穌基督 大概都有神的概念 對嗎 有神 或者說有這個宗教的神 那個宗教的神 可是耶穌基督道成肉身這件事情 就是一位神 或者那位神 第一 唯一的神 他化成的肉身來到我們當中了 那他就把神顯明出來 彰顯出來 所以约翰說 耶穌是把神表明出來 剛才我們所給你們看見的 耶穌來表明了父神 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因為耶穌把神表明出來了 也就是說 竟然當時有人親眼看見 约翰因為他自己寫的 他說我親眼看見 我親眼看見 他在另外一地方 還說我親手摸過 你要知道親眼看見 親手摸過 是差很多的 是差很多的 所以當你摸到的時候 你就說 哦 就是這個東西 好 這是耶穌來的第一個目的 這個 可能跟我們還沒有絕對的關係 就是有一位神 他透過一個人 把他表明出來了 這是第一 第二 但是呢 耶穌來的第二個目的呢 在這一端講到的就是 耶穌來是赶走人心中的黑暗 耶穌來要赶走人心中的黑暗 約翰福音第一章第四節第五節說 生命在他裡頭 這生命就是人的光 光照在黑暗裡 黑暗卻不接受光 生命在耶穌的裡面 這個耶穌的生命 或者他所要赐給人的生命 就是光 是給人的 光照在黑暗裡 黑暗卻不接受光 這邊提到耶穌是光 他是真光 他來有一個目的 就是要把人裡面的黑暗 一照 黑暗就不見了 好 這裡有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那就是 那就是光照到我們裡面 我們就會 黑暗不見 這裡說黑暗卻不接受光 也對 因為這個詞可以翻成接受 但更好的是黑暗卻不 我先講黑暗卻不 聖過光這個部分 接受等一下我還會講 黑暗卻不聖過光 耶穌來到地上 有一個很大的目的 他就是要 他就是光 他照在黑暗裡面 他是真光 他來要照亮 一切生在世上的人 好 我們看一下 馬太福音 馬太福音說 那坐在黑暗裡的 百姓看見的大光 坐在死印之地的人 有光發現照著他們 這是 馬太在講 耶穌來的時候 發生一件事情 就是坐在黑暗裡的百姓 有光照進來 然後他們坐在那邊 本來是黑暗的 死印的 可是有光 它就亮起來了 我相信我們當中 很多人都知道 光跟暗的很大的差距 耶穌來到地上 有很大的目的 就是要照到我們這個人 讓我們裡面的黑暗被趕走 或者被顯明 被顯明 這裡有個很清楚的說明 就是耶穌來到地上 就是要把光趕走 就是要把黑暗趕走 光來到地上 就把黑暗趕走了 那我們現在稍微來講一講 黑暗跟光的關係 黑暗跟光有個很奇妙的關係 什麼是黑暗 我告訴各位 黑暗就是沒有光 或者我們這樣講 這下面是哲學用語了 暗就是光的不足 暗就是光的不足 當光不足的時候就暗了 光亮了 暗就走掉一點 光再亮一點 暗就走掉一點 這是人的角度來看的 當光沒有了就全暗了 好 什麼叫做黑暗呢 黑暗就是缺乏光 我告訴各位 缺乏光就一定有黑暗 一有光 在光的強度之內 就沒有黑暗 但光能夠亮到什麼程度呢 現在物理已經研究出來了 光沒有極限 我不要講粒子跟波的問題 光沒有極限 也就是它可以一直有光 一直有光 可以光比光更強 然後一直那個光是無限的 光沒有底線 光沒有底線 可是暗卻有底線 無論從波從粒子的角度來講 在同樣一個範圍 一個體積裡面 它是一個密閉的 它只要光離開了 它就變暗 光再離開它就變暗 如果裡面一個光的粒子 都沒有的時候 如果以粒子來講的話呢 那麼你們就全暗了 我剛才講的這個話 不是我說的 是科學家告訴我的 我認識的一個科學家 他是專門研究這個東西 他告訴我 簡單講就是這樣子 就是當光的 在一個範圍之內 光沒有的時候 就粒子沒有了 它就全暗了 所以暗是有極限的 也就是不能再暗了 因為暗到一個極限 就是沒有任何的光粒子在裡面 它就是到極限 所以暗是有極限的 就是沒有光 可是光却沒有極限的 這就是人 跟神的互動 當人裡面完全沒有神的時候 我可以告訴你 暗到不得了 暗到最暗 就是最壞 我們用這個詞了 最壞的一個人 壞到一點點神都在裡面 都沒有了 可是神在我們裡面 你就亮一點 神在我們裡面 你就亮一點 那可以多亮呢 可以亮到像耶穌這樣 當然我們不是耶穌 祂就是神 所以耶穌來 祂就是一個無限的光 要進到人裡面 當光進到我們裡面 黑暗的時候 我們裡面就開始 慢慢的有改變 我跟各位說一件事情 我們的生命是會長的 我就由光跟暗來說好了 當我們相信耶穌的時候 我們就容許 我們的裡面有光進來 有光進來 我們就看到我裡面 黑黑的 暗暗的 髒髒的就不要那個東西 後來就更亮 更亮你就看更清楚 又更亮你就看更清楚 又更亮你就看更清楚 所以我們是會長的 從這個角度來講 以前看不到那個髒 是因為不夠亮 後來我們更多的 讓耶穌來掌權 你就發現這裡是髒的 你們有沒有看過那個玻璃 在某種角度 它是看不見髒的 可是你用個角度看就看見了 然後如果光更亮 你就看見 然後你擦了以後 如果用更強的光 又有問題 你就永遠弄不完 永遠弄不完 所以耶穌來趕走人心的 黑暗這一件事情 但是越趕 越趕 所以我現在信主五十多年 你問我 我覺得我比以前還更爛 我就碰到一個人 他就跟我說 他就李長老 他說我信主二十年了 你看我現在 我發覺我沒有長進 可是我認識他 他長進很多很多很多 但他為什麼沒有 他為什麼沒有長進呢 其實他已經長進很多了 但是因為現在光更亮了 所以他就發覺他不行 他就更亮了 他現在更不行 如果你問我 我看法跟他一模一樣 我已經做傳道人都三十年了 你問我 我真的覺得我真是爛透了 我也會這樣想 我也會那樣 其實我這個已經很好了 如果別人來看 我已經願意了 我已經做了 我已經這樣 可是我自己知道我沒有 為什麼 不是沒有 是我不夠 那為什麼不夠 因為光更亮了 光更亮了 所以你就知道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耶穌來就是要讓我們 看見我們自己 這裡說那光是真光 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 所以上帝很公平的 願意讓我們每一個人 身在世上的人 都可以看到這個光 信主越久 越覺得自己不夠好 是因為光的關係 所以光很重要 所以第二 耶穌來趕走人心的黑暗 第三 耶穌來成為人的生命 他不僅照著我們 讓我們發現我們是黑暗的 不僅照著我們 讓我們發現我們是污秽的 不僅我們擦了以後 光更亮 又發覺髒 再擦 再光 再擦 不僅是這樣 而且這樣的話 我們就活不下去了 對嗎 因為整天在那邊搞 罪的問題 整天在那邊搞我怎麼辦 不 耶穌第三 他不僅表明了父神 第二 他趕走了黑暗 或者顯明了黑暗 第三 他就是成為人的生命 成為人的生命 我們來讀這一段的聖經 他在世界 世界也是藉著他造的 世界卻不認識他 這就是耶穌啊 耶穌到自己的地方來 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 這裡有接待了 換句話說 上帝讓耶穌來 向光照到黑暗裡面 黑暗是沒有辦法勝過光的 可是這裡說 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 所以有不接納的問題 好 十二 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 他就稱他們全名 做神的兒女 這等人不是從血氣生的 不是從情欲生的 也不是從仁義生的 而是從神生的 我告訴各位 光進到黑暗裡面 黑暗是不能 打不過光的 所以它一定會變亮 它一定黑暗會被趕走 可是耶穌同樣的 有另外一個是 祂是我們的生命 祂是我們的生命 在這一段有個非常 奇妙的描述 照理光照在黑暗裡 黑暗不能勝過光 對嗎 所以照理說 我們應該沒有問題 但有問題 為什麼 因為我們又發現 在這一段的聖經 寫到耶穌基督 為什麼要倒成肉身呢 是因為 祂要來成為人的生命 是因為人需要有這個生命 人需要回到神的面前 人需要面對自己的罪惡 我再說一次 被光照出來有罪惡 跟你願意面對你的罪惡 是兩件事 我們不是有說嗎 良心發現 對不對 發現了對不對 那你願意順著良心去做嗎 不一定 不一定 人需要回到神 起初創造的時候 給我們有一種生命 那就是神兒女的生命 那麼我們就能夠去面對罪惡 什麼叫做神的兒女呢 就是從神生的 什麼叫做神的兒女呢 就是從神生的 我們說什麼叫做兒女呢 你們當中有人見過我兒子 跟我女兒 對嗎 他們是我的兒女 是因為他是我生的 所以我生的就有我的生命 我的生命在他的裡面 可是當人犯罪软弱跌倒以後呢 我們就不認神做父 我們認賊做父 以後我們就不承認他 耶穌來是要再次把我們 那個生命 弄清楚了 這裡面有一個問題 你可以一輩子不認神做父 雖然他是我們的父 他是我們的創造者 可是我們可以一輩子不認他 因為我們就繼續做我們這個人 所以上帝給我們一個機會 就是上帝要讓我們 願意接受他 就其實是再一次願意 回到神的面前 當然了 黑暗被光照耀 一定就顯出黑暗 可是人願不願意 回到神面前呢 這裡面有個自由意志的問題 就是神也把這個給人 就是讓人可以決定 你願不願意發現自己 是一個罪人之後 回到神面前 你願意不願意 這個是耶穌來一個很重要的 耶穌要讓我們看見 神造人的時候 給人一個很清楚的 自己可以決定的自由意志 而在這個自由意志的裡面 人可以決定 繼續發現自己的壞 而留在那個壞裡面 人可以決定 人可以決定不要 人也可以決定要 從一個角度來看 人必須願意接待神 你願意接待神 願意接受神的兒子 耶穌基督 他才能夠做神的兒女 原先神給亚當 有生命树跟分別的善惡树 他說分別的善惡树 是不能吃的 可是他選擇吃了以後 他就遠離神了 但是他可以藉著 另外一次的選擇 回到神的面前 也就是當我們被光照了以後 我們發現裡面有黑暗的時候 我們願不願意跟神說 那這樣我願意回來 所以耶穌來到地上 一個很大的目的 就是讓人可以承認他 讓人可以接受他 讓人可以承認自己 在黑暗的裡面 然後打開心門 讓光進來 黑暗當然不能生過光 可是如果我們不打開心門 讓耶穌的光進來 不然他也進不來 那我再用一個形象的比喻 如果這個盒子裡面是沒有光的 它再有個門 光已經照了這個盒子的外面 這個盒子需要把門打開 或窗打開 然後光就進去了 換句話說 我們還是可以保有自己 親愛的弟兄姐妹 不僅是在第一次相信的時候 你需要打開心門 而且在往後的日子裡面 你要知道神要這樣 然後我們願意接受 接受 所以耶穌來成為人的生命 這件事情有一個接受 從我們人來看 每一個人都有一個生命點 有一個時間點 就是接受耶穌基督的時間 神拣选人是在萬古之先 可是人顯示出自己被拯救 卻有一個時間點 那就是接受耶穌信他名的人 所以他说 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 親愛的弟兄姐妹 當你看到這個視頻的時候 可能你大部分的人是基督徒了 可是我希望你再一次的說 使我接受耶穌基督做我生命的主 因為這樣的說法 會讓你的那個門打開 然後讓光進來 當你這樣承認的時候 我們就藉著耶穌基督成為神的兒女 這是他喜歡的 他定規的 他在後面做了什麼事 我們不知道 是他拣选我們 可是我們怎麼表明 我們是被拣选的呢 就是你要說 我願意 任何一個東西送到你的手上 你都不會白白得著 你至少要說 我願意 所以這個我願意 就是耶穌來的目的 他要讓我們有機會說 我願意 我盼望你現在跟我一起說 我願意 我願意 我願意讓耶穌的生命成為我的生命 我願意讓耶穌豐富的生命成為我豐富的生命 我希望他光進來 再進來 更多進來 讓我們有生命 我們慢慢的活出來 這是第三 耶穌為什麼來到地上倒成肉身 最後一點 耶穌帶給我們恩典和真理 我需要講一講這個 這個很棒 耶穌帶給我們恩典和真理 那這到底是什麼意思呢 約翰福音一章十四節說 倒成的肉身住在我們中間 充充滿滿的有恩典有真理 剛才我們講 倒就是耶穌基督 耶穌基督成了肉身 肉身就是這個意思 我今天特別穿了西裝來 在我自己的教會講到 我不需要穿西裝 可是因為習慣性我們在菲律賓都比較正式 所以我就穿了西裝過來 特別還挑了 還挑了個漂亮的領帶給你們看 這叫肉身 如果我沒有穿衣服 或者我不是一個人 他就不是個肉身 那我這就是個肉身 倒成了肉身 就是耶穌基督變成像我們人 這樣的一個樣子 住在我們中間 那是約翰講的 現在耶穌並不是用肉身住在我們當中 但當時 約翰是住在 耶穌 同一個年代 同一個地區 所以他們看到了 他說道成了肉身 耶穌基督成了肉身 有肉身的道 住在 約翰他們當中中間 充充滿滿的有恩典和真理 這個恩典和真理 十六節十七節 從他豐滿的恩典裡 耶穌基督恩典裡 我們都領受了恩典 而且恩上加恩 就是更多恩典的意思 他說律法是借著摩西傳的 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穌基督來的 他說律法是摩西傳的 這是舊約當時他們的狀況 恩典和真理都是借著耶穌基督而來的 在這邊我們發現 耶穌基督為什麼道成肉身呢 因為他要帶來恩典和真理 為什麼這邊要說恩典和真理呢 是因為他們當時只有律法 其實律法非常好 為什麼呢 因為律法反而容易遵行 就是說這件事情應該是這樣的 那我們就很簡單嘛 就應該這樣 比如說買東西要給人家錢 那你就是要給人家錢嘛 這就是定價500批索 你就要給人家500批索啊 當然你可以撒家 350可不可以400可不可以 他說好 那規則就是你講好的錢 你就要給人家 叫做規則 其實律法是很好的 可是17節說 律法是藉著摩西傳的恩典和真理 都是從耶穌基督來的 耶穌基督帶來恩典和真理 神的恩典和真理 就是藉著耶穌基督 其實耶穌基督本身就是恩典和真理 可是這是什麼意思呢 它相對於律法 律法是藉著摩西傳的 這是什麼意思呢 因為律法就是寫下來的恩典和真理 可是你要知道 很奇怪一件事情就是 一個東西一寫下來之後 它就會變 變什麼呢 因為律法寫了恩典跟真理 它一寫完之後 它變成文字以後呢 我們的腦子去接受那個文字的時候呢 就會離開那個恩典跟真理的本身 那這個即使是在今天我們也是這樣 我們說要彼此相愛 然後你就說那怎麼樣彼此相愛呢 彼此相愛是恩典跟真理嘛 可是你一當你寫說彼此相愛 這四個字寫下來的時候呢 那就你解讀彼此相愛 跟我解讀彼此相愛就有不一樣 對不對 那我會說啊 你會說我們彼此相愛 李長老 那我有好吃的我分你吃 你認為這叫彼此相愛 那我解釋彼此相愛就不是這樣了喔 我跟你在一起 哇 你也開好車 那你的車給我開好嗎 你看 我也說是彼此相愛啊 所以彼此相愛這東西一寫下來之後呢 就會讓恩典跟真理被放大或縮小 這是一個形式跟實質的問題 實質的東西不能不借著形式把它定出來 對嗎 可是你一定以後它就變直 所以當時因為神不能讓人看 神也不讓人看 他們也沒有能力看 他們也沒有資格看 看著人會死 所以神就沒有讓他們看見神 但是他把律法寫給他們 就說這樣就是我要你們做的 以後他們就寫下來了 實際上摩西就傳了這個十戒對嗎 以後就有摩西五經 然後猶太人就一直到摩西五經做 可是越做就越偏離恩典跟真理 以後神的做法就是 讓耶穌基督來到我們當中 十六節說 從他豐滿的恩典禮 我們都領受了 而且恩上加恩 他的意思就是說 律法本來也是恩典嘛 你看律法當然是恩典啦 律法不是有献祭嗎 律法不是有很多 可是那個恩典就被限制在 那個律法的文字裡面 可是耶穌來超過了 比如說安息日 對嗎 安息日 他們把它解釋成 安息日手枯干了都不能医治 耶穌說沒有 安息日不是這樣解釋的 安息日是叫你心裡安息 但是有一個人手枯干了 那一天讓他得医治 就不僅是那個人得安息 我們看到人家手枯干了 現在變成好了 我們也得安息嘛 所以他是恩上加恩 他是豐滿 所以律法本來是要表明恩典跟真理的 但是他表明的時候被我們限制了 因此之故 耶穌來說 他說我來沒有要廢掉律法 你們不要搞錯 他說我來 他說律法一點一化都不能廢去 要成全 什麼意思啊 那他來不是改變很多嗎 他來沒有改變很多 他把那個律法弄活了 也就是律法被我們弄死了 人受這個限制 所以耶穌來到地上 他是要把律法弄完整了 什麼叫做完整呢 就是恩典跟真理 律法本來是表達恩典跟真理的文字 可是被人限制 或者人被限制 或者我們每一個人被自己限制 所以那個律法就死了 所以耶穌來就把律法弄活了 怎麼樣 借著恩典跟真理 這就是為什麼 當我們在不同的國家 不同的地方 不同的年代 不同的人的時候 我們講話不太一樣 我常常是這樣的 我跟A這個人講話是這樣講 我跟B這個人講話是這樣講 我跟C那個人講話這樣講 有一天邱華 我太太你們都知道嘛 她就跟我說 她有幾件啊 你怎麼對A這樣講 對B這樣講 對C那樣講呢 同樣一件事情耶 我說因為我認識A 我也認識B 我認識C 我如果用同樣的方法跟A講的方法跟B講 那B就會抓錯重點 我需要按照B的狀況告訴他 A我是用A的方法讓他明白 你知道這就是活人 活人就能夠把一件事情弄清楚 可是如果是死的文字呢 ABC看起來會是照他們自己的解讀 反而失去了這個原來的意思 所以耶穌基督是把恩典和真理帶出來的 親愛的弟兄姊妹 耶穌基督為什麼來在地上 他為什麼要道成肉身呢 有四件事 第一 他來表明父神 就是讓當時的人知道說真的有神 第二 他趕走人心的黑暗 因為他把那個黑暗趕走了 人就有一個光進到裡面就看見了 第三 耶穌成為人的生命 他不僅趕走了黑暗 而且你沒辦法面對黑暗嘛 他就給我們生命讓我們來面對 第四 他就帶給我們恩典和真理 盼望我們在馬尼拉的弟兄姊妹 或者正好有機會看到這個視頻的弟兄姊妹 我們都知道耶穌基督在我們的生命當中 我們接納他 他就會越來越在我們的生命當中掌權 我們就被改變 願上帝賜福各位 願上帝賜福你們 在未來的年日裡面常常經歷祂 求你聽我們 求主聽我們的禱告 讓我們可以在生命裡面被祂得著 我們做一個禱告來做結束好嗎 親愛的天父謝謝你 主在這個年代裡面 我們知道太辛苦了 主要特別是我們這個世代 因為竟然有新冠肺炎這樣子的一個奇怪的病 但是我們知道這個病反而促使了我們去思想 思想我們的生命 思想我們的環境 思想我們怎麼樣面對我們在世寄居的日子 求你保守我們特別在菲律賓疫情這麼嚴重 他們根本都還沒辦法實體的聚會 求你自己保守他們 讓他們經歷到你的恩典 讓他們知道你是他們的神 主啊我求你自己來保守和恩待也 赐福我們今天的聚會 無論前面的唱詩 現在的信息還有等一下的互動 求你與我們同在聽我們禱告 主耶穌我再一次謝謝你 因為你來 你趕走我裡面的黑暗 並且給我生命來面對 謝謝主讓我知道字句是死的 但是你自己的生命在我裡面卻是活的 求你聽我的禱告 謝謝主奉主耶穌基督的生命 阿們 好 願上帝赐福各位 讓各位可以好好的經歷神 拜託 感謝大家